好 底下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react 我们刚才说了传统的方法 会频繁的操作到 性能无法达到要求 react的使用微道 性能更高 这其实是它最开始流行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呢 就是传统的js代码维护成本高 而react基于组件开发会容易维护 这个要说一点 其实来讲呢 js它的特点就是上手容易 所以它的上手容易的语言 通常它都不那么严格 它很随意 也就是说 代码会更多的迁就写代码的人 那么如果它过度的迁就写代码的人的话 就是代码的质量会比较差 所以在有些时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个其实就是 传统javascript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变量 我这么说吧 你用script mode还好一点 不用script mode 一个变量不定义都能用 是吧 它直接给你绑到windows上 这种操作都可以有 所以那么如果你使用了react基于组件这种开发的话 那么你必须让它去遵循某种东西 所以使用jsx 一定是这样的 否则的话 你这个东西没法做的足够大 就是你的语言 当它不够严谨的时候 它不可能把一个东西做到足够大的成立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它支持移动端的开发 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然后呢 而且呢 它还有中文文档 社区活跃度也是比较高的 有一些东西没有中文文档 所以这个有些很多同学经常会问我说 说你这个 我英语不好 我能不能学习编程 其实我来讲是可以 就是说你编程的时候用了哪个单词 大概都甭说四级了 我怀疑高中的那词汇就差不多够了 然后 然后呢 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官网 它有中文的官网的话 那么对你来说 学习会简单一点 那我可以去看一下它这个官网 未来有些东西 我们也需要去官网查 点一下 好 这个是中文的官网 当然这里边有文档 有教程 当然这个教程 我这么说吧 你去看你要基于这教程能学会 那就厉害了 这个教程写的一般 然后的话呢 这也有社区 有些问题可以去看 当然也有些博主 你看这个里面出来的 就都是英文的 因为博客没人给你翻译 所以来讲呢 但是你看文档什么的 这个中文都有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它对这个东西的介绍 声明式的 组件化的 一次学习到处编写 对于组件啊 有状态的组件 那这个是它的一些介绍吧 后面当然我们都会 慢慢介绍 所以大家看一下 知道了这么个东西就可以 当然也有英文的 英文的我们就不看了啊 当然react 你说react有那么多好处 有react有那么多缺点 有 就是说 对于一直使用js 或者这query的传统前段来说 react其实是不是特别友好 就是它更接近程序员的 丝度状态 它不是一个脚本的状态 view在这方面 做的比它好得多 然后第二个呢 react强调组件和状态管理 那么它的世界观呢 是面向程序员的 所以那么view呢 是强调视图的自动同步 其世界观是面向UI脚本的 所以你学过view的话 你会觉得view 对于一个前段程序员来说 就很 就很 很舒服 而这个react呢 就更像程序员 如果你是原来学程序的 你用react会很舒服 所以这个来讲 就是看中间的一个取舍吧 然后react的学习成本呢 较view.js更高 特别是对于js基础不行的同学 所以react后面 我们甚至会补一些es6的内容 这些东西是你们需要知道的知识点 否则的话 你直接从那什么来学react 是有一定问题的 那么需要同学掌握的是什么呢 需要掌握的有 哪里去了 对对对 需要有js的基础 同时有js的基础以外呢 还有函数式编程 函数式编程回头 我们也会说一下 函数式编程呢 其实来讲是一种新兴的 就是首先第一个函数 能够被当作参数来进行传递 传递以后呢 那么所有的数据的计算呢 都是由内部的状态来决定 也跟变量无关 这是函数式编程 那么函数式编程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在多线程的这种复杂的情况下 并行的情况下 它是比较适用的 因为它的运行不依赖于状态 它只依赖于你调用的时候参数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后面我们也会说 还有一个ES6的语法 就是说 因为这里面大量使用ES6的语法 然后react没有全家头 它只做UI 这个是它的一些缺点 或者一些局限性 我们知道这些局限性 OK了 然后 这个一会儿休息前 我们说最后一个点 就是react是哪个公司做的 它的作者是facebook 这边呢 就是facebook这个图片来源于网络啊 这个小哥就是扎克伯格 好吧 然后起因呢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facebook对市场上已有的MVC框架 他都不满意 所以他自己写了一套 有些人会觉得说 这个大公司都哗众举宠 这个搞一套东西 然后开完 显背或者怎么样 其实这个真不是因为我看过好多讲react课程的 这个也参考了一些其他的这些react 就是别人讲的不同的课程吧 包括书 有一些人 这个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没有一线的这个经验的人 瞎说 就是怎么说呢 就好像是 罗振宇原来举过一个例子 就说原来有一个没进过城的一个人 然后他说他有一次好像是跟别人吹牛 说我去过北京 然后去见过 去见在紫禁城外面溜达了一圈 然后那个别人就问说 哎那紫禁城应该很气派吧 然后就说对那可不 这个紫禁城可气派了 就是这个 你不知道啊 那乾清宫外边 左手边是油条店 右手边是豆浇店 那皇帝溜达出来 想吃油条吃油条 想喝豆浆喝豆浆 这就是一个笑话 你知道吗 因为因为他压根没见过皇帝是怎么生活的 这里面要说一点啊 就是说 这些大的公司 为什么一般都会自己写一套框架 因为一般来说 大公司都会遇到一些 普通公司遇不到的问题 其实普通公司有的公司也会遇到 但是呢 你遇到这个问题以后 因为鉴于你的人力物力 以及你的使用 对于使用体验的要求 事实上来讲 最后你就选择忍了 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小公司 比如说有一个东西做不到 做不到怎么办 就忍了呗 大不了跟用户解释一下 或者用过workaround 就是搞一个妥协的方案 就OK了 所以很多时候小公司 你会发现技术人员要的是 你能够迅速搞定客户 然后妥协的这个能力 而且小公司的客户就这么几个 小公司客户人少 所以你来讲 客户之间 大家对你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然后大概一弄就行了 所以而且呢 就是有特别个别要求的人 你大概跟他打一个电话 说一下就OK了 但是对于大公司来讲 任何一个小众的用户群体 他的要求都会被 都会被放得很大 你想啊 比如扎博伯克他的用户 是几亿用户 我不知道有没有破十亿啊 Facebook 如果我们就按十亿用户来算的话 即使百分之一有一千万人 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么所以来讲 他任何一个小的东西 他都必须把它搞定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所有别人给你写的 甭管是开源的 或者什么东西 他无法百分之百 满足你的要求 他满足不了 他甚至不知道 有你这么个需求 知道了他也不愿意给你解决 而且举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 你是一个 一个月挣五十万的小公司 有百分之一的用户 有一个需求 你说这需求我不写了 五十万吗 百分之一的用户 大概只影响你 五十万五万五千 就是一个月影响五千块钱 你雇个人去做这事 工钱都不够 好吧 但是如果一天一个收入 一个亿的公司 有同学说 你哪有一天收入 一个亿的公司 你去看一下BAT Facebook 他们这些独角兽 全都是一天收入 一个亿的利润 那一个亿的这个收入 百分之一十多 是一百万 明白问题在哪吗 就是说 即使对他来说 百分之一的这个事情 雇程序员才多少钱 一天一百万 你雇两个 那么一个讨论的团队 一年 大概花个一百万 差不多了 对吧 你雇两三个人 三四个人 对吧 所以这个其实来讲 就是你看过去以后 大公司 因为他体量大了以后 很小的一件事情 都可以变得 很需要你去做点什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必须为自己的这些东西 来去做一些框架 也就是说 他所面临的问题 以及说他解决这个问题 以后所能获得的收益 和这个投入的固定成本相比 他的这个问题的状态 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公司通常会 第一 必须去满足这些极端小众的 case 因为即使这些极端小众的case 在他大流量面前 也是一笔很大的一笔收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就愿意去做这样的东西 那么facebook其实遇到的什么东西呢 我估计的问题就是 那个组件 一是组件越做越复杂 第二是组件在浏览器上 跑的时候越来越慢 所以他必须用react来解决他的问题 那么你的网页可能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么他都做完了 这个东西都能用了 那么他希望自己的这个 这个怎么讲呢 他希望自己的这个东西 有更大的影响力 因为其实来讲 像facebook这种公司 他为什么 他其实是在做广告 你知道吗 有些公司不太理解说 为什么你要去做一个开源项目 第二点就是说 很多公司他要招人 你招人的时候要找猎头吧 很多人不知道啊 就是高级的计算机的人才 就是你的 如果你去找猎头的话 你入职了 成功入职的 那个猎头会拿到相当于三个月 最多不超过六个月的工资 能理解吧 那么也就是说 比如你招一个程序员 这个你程序员的年薪是四十万的话 如果说 那么有可能这个猎头 能拿到十万到二十万的酬劳 所以猎头的其实的钱是非常高的 那么这时这些公司就发现 说如果我开源了一个项目 让所有的程序员能够警仰我 实际是在做一个广告 你知道吧 他做了这个广告以后 那么就很多人就愿意去这个公司 你就会变成受人尊敬的公司 这个时候他会减少他在整个猎头方面的支出 很多人会自动投减利过来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公司愿意做开源项目的原因 因为这个都首先你想 React这个东西对于Facebook来讲 沉默成本 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是说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已经花钱雇人把这事解决了 而且他雇人解决完了这个事情以后 他已经把那个原本挣不到的钱已经挣到手了 比如一个亿的百分之一百万 一天一百万已经挣到手里了 好这个钱赚到手里了 React的这个成本投完了以后 这个收益已经有了 就是React本已经回来了 这个时候我再把它开源 开源了以后大家都警仰了 这时我又省了一笔猎头的钱 明白了吗 所以你理解到这个东西以后 你就知道 他并不是为了 我面子好看或者怎么样 我才开源 当然技术人员去开源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私心 就是说我开源了以后 我自己的身价会提高 我今天在你Facebook工作 明天可能去谷歌 后天可能去微软 再和大后天去IBM 我自己有了开源项目以后 我的身价也涨 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多赢的事情 它压根就是个生意 明白吗 所以说到这的时候 你就明白 在前面我为什么说 什么叫做一个好 价值的框架 用的人多 就这个年头 流量永远是有 能变现的 这当然我做广告的人 我给你这么讲 就是所有的流量都能变现 只是你找的方式对或者不对 明白吧 那么react如果开源的话 它本身就是一个带流量的东西 这个说的有点多 这个你们听懂了就听懂 听不懂也没关系 就知道一点 一定对你们有好处 好 react最早呢 是用于instagram这个网站 然后它的开源的时间呢 是13年的5月份开的